儿童节 佩琪一家要去庆祝儿童节 爸爸,我们要怎么过儿童节呢? 佩琪问 猪爸爸说 我们要去参加一个大型的户外派对 那儿有好多好看的,好玩的 猪妈妈说 我只希望不要下雨 要不然到处都是泥巴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举办儿童节派对的游乐场 阳光明媚,一眼望去五彩缤纷 彩旗飘扬,气球飞舞 瞧,那边还有摩天轮呢 舞台上,兔子小姐在唱歌 歌声悦耳动听 打扮奇特的小丑在卖力表演 游乐场有很多来这里玩的爸爸 妈妈妈和小孩儿,非常热闹 瞧,乐队开始表演了 每个乐手演奏不同的乐器 合奏曲调真好听 梅花露奇在独车上 为大家表演 为大家表演杂耍,太好玩了 这么多有趣的节目 佩奇一家都看不过来了 这时,佩奇遇到了她的好朋友小羊苏西和羊妈妈 你好啊,苏西 你好,佩奇 有太多好玩的了 该先玩哪个呢 大家都还没有想好呢 猪妈妈问大家 你们想先做手工 堆沙宝 还是听故事 佩奇立刻跳了起来 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乔治也咯咯地笑了 当他们走进故事帐篷时 发现很多好朋友都在这里 原来大家都喜欢听故事 兔子小姐戴着海盗帽 薛海盗大叫了一声 啊哈 孩子们也都大叫了一声 啊哈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海盗 他在大海上 发现了一座荒岛 还在岛上 发现了宝藏 老爹狗听着海盗故事 真想现在就扬帆起航 去寻找故事中的荒岛 从帐篷故事出来后 佩奇和朋友们 来到做手工的帐篷里 兔子小姐要教大家做恐龙 每个小朋友都喜欢恐龙 大家做的恐龙都不一样 哦哦哦 佩奇一家开心地玩了一天 该休息了 猪爸爸告诉佩奇和乔治 他们今晚要在这里露营 明天还有更多好玩的 真是太让人激动了 佩奇一家来到露营区 又看到了小杨苏西和杨妈妈 小杨苏西说 他们也在露营 而且是豪华露营 什么是豪华露营 佩奇一家都很好奇 我带你们参观一下 小杨苏西说 哇 他们的帐篷里有大床 还有电视机 杨妈妈用遥控器打开电视机 哇 还能在帐篷里看电视 佩奇惊讶极了 我们也是豪华露营吗 佩奇问爸爸 猪爸爸说 不是的 不过我们有一顶帐篷 我们可以坐在帐篷里看月亮 猪爸爸像建筑师一样 迅速搭好了帐篷 哦耶 猪妈妈说 真是美妙的一天 而且今天没有下雨 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猪爸爸拍着胸脯保证 放心吧 不会下雨的 该睡觉了 佩奇一家 钻进他们的小帐篷里 睡着了 晚安 突然 哗啦啦 下雨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请接着阅读 泥巴节吧 ят 伙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